大家好,欢迎收看临时水聊 今天是六四,是34周年的纪念日 我今天就趁着六四这个话题 我就聊一下中共当前的经济政治的这种状态 对于中共这70,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74年 这74年统治我个人我把它划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非常显然意见 就是49年到78年或者说到76年 这一段算是毛泽东的时代 第二阶段就是邓小平的时代 从当然华国锋短暂那两年 就算到可以算到邓小平这时代 这个时代稍微长一点 一直到习近平上台 这时代应该是34年35年左右 然后习近平上台剩下还有10年左右 现在是11年 这三个时代其实都非常的风格 特点都非常的不一样 第一个时代 毛泽东49年建政的时候 他当时为什么中国这么多人在支持共产党 当然这跟当时的这个整体全球的形势有关系 全球在这有一股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风潮 很多地方共产党都上台了 或者说在甚至包括一些像日本啊 法国啊 这种国家 共产党都在起着 都在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但后来他们的演化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时中共能够取得这个政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跟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个 他的个人的这个能力有非常大的关系 他什么能力呢 他的欺骗的能力 毛泽东我觉得是人类历史上 这个骗数最高的一个人之一 应该是不是之一都很难说了 因为他当时支持他的人 实际上他们以为支持的是一个老百姓本身 重新获得权利 这么一个政权 甚至就是某种程度上就 就比当时的资本主义更民主的一个政权 甚至连美国都对毛泽东很有好感 因为你看当时毛泽东四几年写的那些 什么论民主啊 庆祝美国的生日啊 就中国的那个什么新华日报啊 报道那些文章啊 毛泽东选集的最 就他的那一部分 他现在应该都不太宣传的一些文章了 那文章就是简直是不能够再民主了 比现在的民运说的 对还要彻底 对那种一党专制的抨击啊 所以呢毛泽东在1940年10月份 在天安门乘坐上宣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啊 当时中国人绝对是相信的 中国人真的认为自己 几千年呢 这个被奴役的历史结束了 这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所以他叫解放了啊 解放军嘛 解放了 所以当时把毛泽东崇拜的啊 变成红太阳啊什么的 我们人类 不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自由了 解放了 事实呢 恰恰相反 中国 毛泽东 毛泽东事实上变成了皇帝 然后对中国人各方面的潜质 那超越了全面的任何一个年代 什么国民党啊 北洋军阀 这些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的 那在全球的独裁统治里面 也是 也是 应该是不是第一 应该差不多就是第一吧 应该比苏联的那个 独裁还要厉害 搞得有点像农奴子的这种 那在毛泽东死前 中国的第一阶段 中国人 每天的生活 大量的就是在搞政治斗争 毛泽东 最厉害的一点 他很厉害的 他的话语里面 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点 就是 人民这个概念 他把这个中国人全部 笼络到 你们大家都在 我们人民群众 我们都属于人民 然后我们在斗那些 跟我们做对的人 你看 所以人民群众 做一个普通人民群众 他觉得自己 在社会的主体这一边 然后呢 大家一起 毛泽东会删起各种矛盾了 一会儿又是 地主 一会儿又是隐藏的 什么资本家 右派 反革命 苏修 等等等等 各种 牛鬼蛇神 各种敌人 隐藏的敌人 所以呢 这些人民群众呢 终于不断地在 这个政治运动当中 揪度这个揪度那个 但是在最后呢 大家就绝过神来了 其实 这个身上的枷锁 越套越紧 而且是自己斗自己 很多时候你的亲人 都不会变成你的敌人 就毛泽东 在把中国人 搅得天翻地覆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事实上 享有一个 君王 帝王的那种 奢侈的地位 这是毛泽东的 真实的生活 所以中国搞了三十年的 差不多三十年的 整个的就是 翻来覆寂的这种 所谓的政治斗争 那是中国天天 不是讲生产 不是搞经济 他没有经济可搞 他把你 他把人民的这种 普通群众的经济权力 全部剥夺殆尽 他搞的全是政治 但当时中国搞到 什么程度呢 搞到了 在全球的GDP排名 就是最后几位了 就跟非洲的 最落后的国家 站在一起了 很匪夷所思啊 这中国人是非常勤劳的 任劳任怨又能吃苦的 但居然 而且是这么大的国家 居然GDP 人均GDP 到了这么 严重落后程度 毛泽东是把中国 就差不多 就是往死了一整 这个国家快崩溃了 当时不是按照 中共自己的说法 中国已经差不多到了 被开除囚集的 这种地步了吗 所以后来 当然他是用封禁 就朝鲜市的这种办法 把中国人 拢在一个梦冠车厢里面 中国人看不着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 但后来毛泽东一死呢 邓小平就采用了 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办法 邓小平就直接学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 国际形势的需要 他就投靠了 算是投靠了美国 跟苏联作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就给予中国人 松了一些榜 让中国人具备了 至少一定程度上的 一种经济自由度 一定程度上经济自由度 然后呢 中国就享有了一个 特别特殊的十年 就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 到八九年为止 所以六四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而产生六四也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 老百姓在毛泽东的统治下 又继续的被奴役 又跟这个封建帝王是没区别 继续的忍受那种跟 甚至比几千年的这种 这种那种 电农式的那种 那种被剥削的地位 更低的那种农儒式地位 这种再又生活了这么三十多年 好不容易熬到 这个 对象平这个年代 所以八十年代初一解放 所以那是再次解放吧 咱们说 而中国人实际上很快 就 自己的这种 身上一松绑之后 他不光是在经济上开始 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 同时在政治上开始 涉足了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开始要求有政治权利了 这是自然而然发生 如果大家看八十年代 但八十年代发生了什么 八十年代的那些风起云涌的 那些事情 每一件事情都带着一种政治色彩 中国人在吃饱了肚皮之后 马上就开始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了 实际上你看 八六年左右中国发生雪潮 之前有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自由化 资本主义思想自由化 叫资本主义自由化吧 当时邓小平 他们觉得这个 共产党本身 他是很不安的 他一旦发现 这个老百姓开始要自己的权利了 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种 独裁统治地位 有点松动了 其实 中共当时也就是刚刚结束 结束了这个 毛泽东的统治之后 他自己也在一个反省 一个自然的反省过程 他的那些 当时的领导人还处于被毛泽东 整过的地位 所以呢 对于反省文革 他们不反对 但没有想到 在反省文革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老百姓就形成了一种 自我的一种政治意识 他要求政治权利了 但是呢 邓小平显然会伸手 出来镇压的 所以那个虽然80年代 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整体上 老百姓仅有的 差不多十年的 政治相对宽松的时代 但那时代也充满着 大量对老百姓的镇压 你包括 84年的时候 全国的那种 就是 当时怎么说来着 就是对中国老百姓的一种 用严厉的法律 枪毙了很多人 当时就是说 这老百姓开始 开始思想活络了 又是穿喇叭裤了 又是这个整体松动了 不再像文革当中的 冰冻似的那个社会了 这个中共有点不安 他就搞了一次 就是 就是 清除犯罪的这么一次 全社会的活动 然后枪毙了 非常 非常 那人游街 那非常残酷的 非常非常残酷 大家往后 往回看 很多年轻人 当时刚冒个头 就跳了个贴面舞 黑衣舞 有的女的去 交了好几个男朋友 枪毙 很恐怖的那个年代 然后后来 后来邓小平又发动了 这个对越反击战 对越反击战 他又死掉了中国上万的年轻人 很多中学生 那时候 高中生毕业 就上战场 死掉了 邓小平用这种手段 也是非常心狠手辣的 这和后来 如果大家和后来八九年 他采取的错 那种那种镇压措施 一结合起来 大家就觉得不奇怪 邓小平一开始 他已经表现出来 他这种屠夫的这种 所以大家对邓小平 也不要有什么太多的好感 他也是个屠夫 后来又镇压 学潮 就是86年的时候 中国大学又开始 老百姓 觉醒了 他就会要求政治权利 他在反省当中 他就要求我们现在应该改革 怎么着 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着 有很多主张就出来了 然后呢 86年 镇压了学潮之后还不够 因为88年 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他的经济放松的不够 当时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所以出现了非常多的结构性问题 导致了 你如果导致到非常供需的这种短缺 供需的不匹配 导致了物价的急剧上升 所以88年是一个很严重的通胀的一年 88年自己触发了 88年的通胀 造成了89年 学潮 直接引发了学潮 所以学潮的时候 是中国人自己他忍无可忍的 其实当时他不是说真的想推翻共产党 而是开始大声的 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我们要这个 我们要那个 我们看不惯你 你中共这样做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 他们实际上是给中共发出了一个很多的建议 就是说你听一下我们 按照我们的说法 什么反观倒 因为当时中共对经济的垄断才刚刚形成 但老百姓已经不满意了 老百姓说应该按照这种做法来做 实际上他们老百姓要求的是自己的政治权利 是走真正的资本主义道路 或者民主道路 当然邓小平最后就发现这个危机到了 因为到时候趁着胡耀邦死了之后 大家纪念胡耀邦的这个过程 这个学生就直接把中共的腹地天安门给占领了 这个实际上 实际上邓小平已经意识到中共到了一个 我必须得让步的地步了 让什么步 就政治上我必须得让权 这一点邓小平从来不打算做了 所有的在台上的 除了说像赵紫阳和胡耀邦 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想法 其他的在台上的中共领导人 他都有这个基本线 他是维持中共的统治权力 这是他的最基本的底线 他感受了这一点 他当然不行了 他最后就下决心屠杀了 邓小平是知道的 他必须得像毛泽东那样 对中国老百姓 让中国老百姓出血 让中国老百姓死掉一瓶 中国人才会怕 所以邓小平89做的事情就是屠杀 就是让 就是我直接把坦克军队就开到大街上了 我直接就不跟你谈道理 一句话不说了 我知道他谈不了道理 只要公开一谈道理 老百姓全国的人都支持六四的学生 所以他不管了 他就刀枪就上了 学习 可以说是学习的北京 然后最后呢 的的确确从那个之后 老百姓学乖了 当然了 邓小平不傻 他真的是一个枭雄 他很聪明 他手腕很硬 但同时又很聪明 他的聪明点就在于 后来他92年就开始放开了 他真正的就 原来不是还不讲市场经济 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还是还放开的不够 干脆全面放开 所以让你们自己 你现在就有经济自由度了 但是没有政治自由度 所以中国人就老老实实乖乖的 就像那个马戏团里面那只狮子 或者那只狗 被这个铁鞭 被鞭子 被铁链 教训了之后 他就懂得了 我政治是不谈 你中共 你就玩你的政治吧 政治跟我没关系 中国人民学会了 中国老百姓学会了 不谈政治 但是为了出路 大家为了吃饭 为了把经济搞好 我们就专门搞经济 然后经济的继续搞得很好 搞得很有起色 但是共党从中 就是获得的利益最多 他尝到了一种 完全垄淡的甜头 所以中共内部的官僚 纷纷成为世界级的富豪了 那兜里都是上百亿 上千亿的这种财产 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坚信了 中国模式 简直就是解决世界问题的 一个唯一的办法 当然其实他们 不管是不是解决世界问题 在他们的构筑的 那个世界当中 这个太理想 这真的是美好的新世界 老百姓就辛辛苦苦的 你们就为了能够吃上 但是你们吃上了猪肉了 行不行 多厉害啊 吃上猪肉 比毛泽东时代好多了 所以中国人回忆都是 想想困难时期 饿死人 我们现在能吃上猪肉 行了 你老百姓吃上猪肉就够了 然后其他剩下的剩余价值 全部是我们官僚 我们垄断阶层全包了 然后我给你们打鸡血 我看我们就是中国人民 站起来了 不过强起来了 现在 所以就过渡到了习近平年代 习近平年代的头几年 我觉得中共的高层 实际上当时都有点 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实力了 在习近平上台的前五年 他们认为自己真的是超越美国了 他觉得美国 这就东升西降 这是他们真实的想法 很多中国人也认同这点 鸡血打脱了 自然而然就认同这点 美国简直就离不开中国了 美国西方日薄西山 中国蒸蒸日上 如东方的太阳 然后他觉得自己厉害到什么程度了 他搞一带一路了 他可以开始团结其他非美国的势力 怎么团结法 砸钱 他都 他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强大到这个地步 他开始给人类 人类共同体开药方了 他觉得可以 我们人类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什么方向呢 就是在我的领导下 学习中国模式 以我的领导 我可以保证你们个个都吃上猪肉 但穆斯林不吃猪肉的 可以吃上牛肉 等等 但实际上这个梦没有多久 他给中国人叫中国梦 他自己叫做全球梦 全球人类共同体梦 没持续多久 中国的资产就崩了 他没有想到 就是说 中国人在不搞经济 不搞政治 完全不过人政治 中共垄断政治 搞出来的经济是一个畸形的经济 这个经济实际上 它能够发展的前提是 中国老百姓有多少油水可榨取 你等你油水榨取光的时候 没有油水的时候 他突然会发现 就像这个发动机高速运转 你觉得跑得特快 你现在加水 他都在跑 因为上面还有油 一直到这些油用光了 你再加水 他跑啥 他马上熄火 然后就翻车 这就是中国目前在发生的事实 然后发现老百姓 没有水了 光了 干了 老百姓的两代人的钱包 楼筐 就全部挤干了 而且他们还欠下了第三代人的债务 同时 他们连生孩子都不生了 现在每年 今年将会是800万新生儿 就是说退回到乾隆时代 200多年前 中国人的每年的出生人口 跟今年一样 新生人口 这多厉害 这个真的中国就熄火了 这发动机 中国现在人口规模 比乾隆时代要大多少 它的新生儿都跟那个时代一样 这个是一个灭种的速度 特别快的灭种的速度 所以中国的这台引进 他觉得简直 举世无敌的 这台发动机突然熄火了 一点油都没有了 加进去全是水 动不了了 这就目前习近平时代 遇到了巨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六四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六四是个分水岭 六四之前的十年 中国人讲了一点政治 萌发了一点 中国人重新拿回自己的政治权利 得了一点梦想 但是六四邓小平 让中国人失去了这个梦想 让中国人杀了 杀怕了 然后这个后果到今天就接出来了 这是一个恶果 而加速这一切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呢 显然他们整个习近平的这个团体 他们对中国到底有几斤几两 有错误的认识 他觉得中国建了这么多 你到中国街上 北京上海的大街上 和到美国什么纽约的街上 你去看看 你就会觉得纽约怎么还这么破败 资本主义干了一百多年 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才干三十年 所以中国人哪有些 甚至有一些好像比较开明的 比较懂道理的一些经济学家都在说 中国三十年走过了西方一百年走过的路 这个纯粹是一种谬论 中国三十年走的路和西方一百多年走的路 是结安不同的两条路 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表面上 你说你美国纽约的那个地铁多糟糕 你看北京上海地铁上海几十条地铁 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地铁了 他们就没有看到这背后真正的事 现在就代价出来了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然后到了什么程度呢 现在的确中国老百姓是没讲政治 但没讲政治你也得崩 所以现在习近平开始 你不讲政治我都给你讲政治 意思就开始剥夺中国人所有的权利了 就邓小平给你们的经济权利 现在也要收回来了 你们现在就是说只能吃好猪肉 贡献你们的剩余价值都不够了 养不起他们了 这个经济崩了 他要怎么办 他要你们又回到毛时代 什么都别想 什么都别听 得回去吃糠去 连猪肉都吃不上了 那为了让你不觉得痛苦 他就让他就开始政治封杀 全面的封杀 然后就让你重新把你们赶回到 那个孟关车里边关着 什么都看不见 剩下只吃糠 然后歌颂习主席 就这样 中国进入了第三阶段 实际上第三阶段是他 总危危机总爆发的阶段 无论政治上 经济上全面爆发的危机 他已经到了五米下坠 无忧可加 这个发生就完全停下来 马上就要翻车的 这个地步 咱们拭目以待 在今年六四三十四周年 我们看六四多少年的时候 就不用这种 躲躲藏藏的今年六四了 中国正式在北京纪念六四 我们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晚 好 今天先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